我們開始吧 我們閒話加常吹吹水 因為我翻了學之後 其實都比較忙 其實我發現半功讀是一件 都幾不太科學的事 有時候其實是有時間去做多些training 但是個人沒有精神 但我希望做多些 想多維繫大家 廢話不多說 大家也看到我的螢幕 開關之後 我去了三次日本 有一次半去工作 另外半次和我父母去旅行 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日本自駕 因為考完車牌 然後就等疫情過 再換國際牌 然後才可以去日本 所以這兩個旅行 有兩次我在日本自駕 自從我自駕之後 我發現如果去日本想拍照 是真的要自駕 所以如果大家有車牌 就快點去自駕 如果未有車牌 就快點去考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有很多地方 特別是 你離開了東京大阪 這些大城市之後 其實有很多地方 真的沒有車 有車會方便很多 特別是去長野的山 或者去鐵路 不太發達的地方 比如說雙巾 或者伊豆 那邊 其實都是很需要這件事 不過呢 那個Course 是會略略比搭JL 再轉巴士貴 但絕對朋友搭的士很多 所以都是一件事 那我這些相片 我就打算分享兩次旅行的相片 總共有二百多張 簡直呢 就是非常之多 不過就不會把照片都說了 那 先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 看下我秋天的時候 在長野拍的那些 一三五的相片 那我又分享了 一小部分照片 因為實在太多了 還有呢 有很多照片 是我覺得漂亮 但不是那些什麼 大山大景 又沒有女兒 又沒有什麼人like 那我Eva 那都是我這些 都幾喜歡的照片 那我呢 我自己發現呢 在日本那些 菲林 那些顏色很漂亮 我都是那句 我都是覺得是光的問題 光靚呢 那些照片就漂亮 那首先第一張 那這張 這張 紅葉 這張紅葉我記得是用90mm 二光圈的鏡頭拍的 那我全部照片都是用FUJICARA 100的 那沒有用其他菲林 那一二零呢 就全部POSE 4H 一三五就全部FUJICARA 100 那 那 那這張第一張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這棵樹呢 是我第一次在日本長野 看到一棵 第一棵 第一棵 看到漂亮的楓葉 就是可能我去的時候 還是比較早的 它的味道 真的很紅 所以就 那這棵是第一棵了 再加上光 剛剛好漂亮的 就拍了這張 那這張呢 就是 就是在那個叫做 美寧湖 那美寧湖呢 它的湖中心 就有個鳥居 那麼今晚有個 有陽光射在鳥居上 那這張照片呢 都 這張照片用50mm拍的 那50mm就拍了這個 有時候 怎麼說呢 我幾喜歡 幾喜歡 有時候 有些位置 我喜歡一三五 那些照片多過 六七 POSE 4H 那些的 就是可能是一三五 那個Noise 比較厲害 又或者是 那些東西可以隨意一點 因為大家 用過一二零 你會知道 你用一二零的時候 你用那些構圖 很工整 就是你不工整 你覺得好像 好像浪費了 咖啡粉 那樣 那我就覺得好像 有些位置 是我喜歡一三五的 那些多過一二零 好有趣的 不過其實我兩部都大 所以就 這次我這張照片 就用90mm拍的 那我就拿 鏡頭 拿再低一點點水 我想要多一點點前散景 不過我後來發現 這個鳥居 它又不算很紅 所以其實都不算很出 而有些人 應該用Digital影 就可以 那些紅色會比較厲害 不過菲林 就比較平實一點 這張 這張 我幾喜歡 很莫名其妙 很喜歡 為什麼呢 這張椅子 寫著 Codec Color Frame 這張照片 我估計都二十幾三十年以上 旁邊的照片 那張照片 我覺得這個時刻 有些陽光射下去 再加上 背景的光 那些顏色 又很漂亮 所以衝了出來之後 我自己很喜歡這張照片 我放了上Instagram 那這張照片 沒什麼特別 純粹經過 路過就拍了 那 因為我分享這些 其實沒有選過 總之我拍了多少 分享給大家看 所以有些是 不算好看 那這張 我也知道拍出來 不會很特別的 因為陽光很猛烈 那大家知道 就是你拍照 如果光線很強的話 都不會有什麼 特別漂亮的顏色 不過就是 拍了下來 這張我幾喜歡 這張就是 駕車路過 路過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 看到有些 波斯谷 開得挺漂亮的 然後 然後 駕車反過來 再拍好 然後就特意 為了拍這張照片 那我載著我爸媽 他們都說 搞什麼 就是拍這棵 但是 真的很漂亮 真的 不懂得說 我自己幾喜歡大波斯谷 但是 香港其實都很多 如果你去維園花展 都看到一堆大波斯谷 但是這些 這個波斯谷 我自己就很喜歡 那 逆光影 這張 用50mm 1.4 逆光影 我都知道會 fog一點 我都縮了光圈 不過呢 因為逆光 所以就沒有什麼顏色 跟這張相比 這張的顏色 所以 我似乎 我也覺得 拍照 特別 菲林 沒有什麼preview 不要拍那麼 那些顏色會很高 不過我想大家都很有經驗 這張呢 就是 一個倒影 我拍完之後 就把它打橫 打橫擺 打橫擺 就有一種 對稱的感覺 感覺上就好像 科幻點 不過你說 是不是真的好 好特別呢 阿韋傑說有feel OK 是不是真的好特別呢 見仁見智 這個我爸媽 50mm鏡頭影 我媽媽很喜歡做這些手勢 大家知道這手勢 有點不雅 不過 她又說 我們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二 然後就做這個手勢 那 這張相片在長夜的高法師高原 高法師高原呢 是 你要在一個JR站的鹽溝站 然後如果你不開車 要搭7000日圓的士 才單程去到 不過超美 笑了反V 是一些不紋的手勢 這個 這個近鏡一點的 我爸媽 我媽媽 手上揹著我的 就是X100V 特地揹給她用的 不過她說 這部相機拍出來 不夠手機漂亮 那我就真的 都沒話可說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都是 就是在路中間 在路的其中一個 角度拍出來的相片 又是因為光很漂亮 這樣就拍到 來 富士卡尼100 都幾 都幾 六下的 我覺得她都幾 都幾 都幾偏六 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 這個用35mm鏡頭拍的 又是在路上 我覺得很特別 拍這些相片 通常我都縮光圈 縮到5.6 通常都5.6 就拿一個大一點的景深 還有鏡子 好一點 質素的一段 這張也是 富士卡尼100 跟著夾一些 更漂亮的鏡頭 她穿了一些藍綠色 那些藍綠色很漂亮 那些藍綠色 這張是 上到高法斯高原 一跑那輛車 前面就是這個風景 前面就是一堆那些長野 兩三千米高的山 但我其實都沒有 說得出名字 那很多一堆 然後就 都沒有跟著 是 很舒服 這些景色 不過都幾冷 就是你看照片 覺得我好像很暖 很舒服 其實都幾冷 這個是 送我爸媽看日落 其實上這條山 是 上這條山 是 那一晚 就是前一晚 凌晨 我妹妹拔了我 她說我是哥哥看日出 然後我說 四點鐘 然後 就去樓下拿車 然後那輛車的玻璃窗 完全結冰 就是 我是很害怕 我跟我妹妹說 如果山路結冰 我馬上走 那一陣子 滑 那一陣子就滑 但幸好沒有 然後就 看完日出之後 就再回酒店 又睡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跟我爸媽 就去玩 然後日落的時候 又載他們回到高法師高原 那裡看日落 超瘋 那天真的超瘋 那這張是 在高法師高原上面的一間 叫做 這間房子都挺漂亮的 所以你看到我都拍了她的照片 但你說很漂亮又不是 但是 可能是在山上 有些很漂亮的高山風景 然後再加上 一些木的建築 很漂亮很特別 那這個就是 接近冬天的時候 有些冬天的景色 那你上過 你的同學 上過我 日本美學 其實你都會知道 我自己很喜歡 很喜歡拍這些 拍這些 季節的東西 但是這些 大家知道 放上instagram 不會有like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這些照片 好 有什麼特別 有些靚光的時候 這些呢 閃閃發光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些風景 但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跟著呢 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 應該是那些 可能是 壽球花 還是其他 又不像壽球花 那不知道是什麼花 它應該是 過了秋天之後 它的花粉全掉了 然後就 然後就有一個 剩下的花蕊 哇 那隻藍色 因為空氣很清 哇 很漂亮 然後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 很喜歡這些照片 我現在甚至乎 喜歡這些 其實這幾個月 我除了拍自己的同學仔 除了拍女朋友 除了拍朋友之外 我都沒有特意 要約什麼人出來拍照 對於拍女兒 開始很疲倦 但是 反而越來越喜歡 去這些地方 山卡的地方 拍這些很季節的東西 可能我都老了 然後這個 臨日落之前的 其實這些 在大東山看 可能 差不多 不過 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又生長需要 去到這個地方 你會像我那樣 蕭菲 隨便想 隨便吧 先拍一下 這些照片 這個就是 我租的車 租的Toyota Sienta 看到我爸爸 我爸爸 看到我拿著相機 他擔心我鏡頭 自己躲起來了 其實不用 不過 他躲起來了 我放了一部 六七 擺拍 擺拍一下 這個畫面 這個我妹 都是 螢幕槽 這張用的35mmF2鏡頭 拍的 這個 你有些朋友 他們在高發司高人 number crime 這些 voilà 他們所以 Rec work 就是這樣 做得很靚 痴喱 很靚 但是 很冷 一之之 零下7度 8度 這樣 其實很冷 屈活 但是臨近日落的時候拍得很漂亮 我特意拍低 有些都放得上Instagram 有些人不知道 以為我這麼好心機 起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型 其實怎麼會 這個我自己自拍 光真的很柔和 這個就是日落那時候 用28mm拍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就是覺得天氣很漂亮 我想幾個來 不過晚上拍這些 其實飛林相片會很重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特色 不過我自己少拍 有一天我和我妹和爸媽 去了蘋果園 然後就拍了這些蘋果 買了一袋吃 說這些蘋果在香港幾十元 但是在這裡幾十元袋 超誇張 我妹就讀日然 和那個農夫 吹了一陣水 又送了兩個給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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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餵一箱 三千三百日 神經病 如果可以馬上 隨意門拿回香港 買吧 發財 真的 產地直送 我妹妹的手 拿到六七 我叫她擺拍的 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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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斯谷 好喜歡這個 大波斯谷 特別是它在 藍天底下 超美的 不過這張第一格是消片 但是 這些照片 消片都美 對 路上的一些 白色花仔 我爸媽 其實他們不會拍照 亦都不會被人拍 只會看鏡頭 哈哈哈哈 不過 這些照片 看鏡頭可以 的 這個是馬龍宿 一個 都幾多遊客的地方 等了一段時間 才沒有人 不過我其實拍完之後 都覺得 不算特別美 但是就拍了 所以都沒有 鋪出來 都是馬龍宿 都是馬龍宿 那支 51.4 我用的 51.4 ASPH 那個逆光 或者他有時候 有些散景 有些很明顯的 十角形 十二角形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支鏡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美 不過算了 這支鏡拍出來的 菲林相片都很好 好看 然後我捉了一隻貓 然後 都不停進去 我和他玩了半小時 玩到我爸媽 等了很久 竟然都有律외 當然有 你以為是APO的廳 仍是馬龍宿 不會知道為何怎麼拍攝油圖 其實有時就是 哎 美 旅行 先拍吧 不過也挺美的 啊 這個開車爽了 我們上一個地方叫做神版卡 其實都是想著開車上去看看 誰知道一開 進了山路 開了45分鐘才到頂 我猜不到一個山路入口很呆呆的 但竟然要駕駛九個字才到山頂 神經病 然後我帶我拔我爸媽去走上山頂 走了一公里 不過我爸媽很開心 這個也是臨到山頂之前 這個應該是壽球花 如果看這個頁的話 又是一些很季節的影像 不知為何又很喜歡這張 不懂得說 那我爸媽在山頂上拍下去 拍多一張 因為我怕手會震 這個是神版卡 很冷的 那時候是零度 幸好沒什麼風 跟他們去了神版卡 對 左邊右邊 然後我爸媽 我在後面 slapshot 那這間是那間沒有開門的神版小屋 聞說來被人避風避爛 那些這樣 日落之後呢 我叫我爸媽拍一張 用了四分一秒快門 1.4光圈來的 那很暗的 因為我ISO只有100度 所以就要用一個這麼慢的快門去拍這張 我也怕手震 不過幸好沒有 旁逐相機的少數優點之一 當然要補多一張穩陣 再補多一張再穩陣 然後呢 駕車有一天經過 經過Honda 其實應該沒什麼漂亮的 不過因為呢 我在香港有架 就是有架前輯 又是Honda 所以有點情意結 停車 哦 拍一隻Honda 這個 那 Café 門口 那麼 去到靖江有一個海邊 其實 其實 是因為找不到景點 譬如握沿海 握著 漂亮 誰知其實原來沿海不是很漂亮 就是這個海不是很漂亮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不過又上去這個 就看了這個風景 一望無際太平洋 是 有一個漁市場 外面 就是這樣 嘩 這些相片 好像那些視鏡頭的相片 是吧 嘩 演繹那些魚的顏色 是吧 不過老實說 我又不吃魚 就是 我是一個 所以我拍了一張 就沒有拍了 我爸媽在她 很沒感覺的 提霸前面 嘗試拍一些 不是望鏡頭的相片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 一個 一個提霸 所以其實不是一張照片都很漂亮 有時候 去那個地方沒有什麼特別 拍出來的東西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還有那天的光 比較strong 比較strong 那些顏色 那些顏色 沒有那麼豐富 沒有那麼漂亮 那些顏色 很大 那些地方 那天 那些照片都不是購物 購物 那 我爸拿著蘋果 這個小林龍園 小林龍園 這條路是上美寧湖的 那這輛就是我的 那時候 不是這輛車 是不是這輛車 好像 我租過那輛車 好像是這輛車 是這輛車 是這輛車 那些外國人租車 那些外國人租車 那些車牌 全部都是WAH字 起頭 你看到WAH字 那就是 那個是外國人租車 那 拍那些紙箱 我想日本仔都覺得很神奇 紙箱 好拍 拍什麼 但是 不知道 我覺得那些紙箱 那些字 那些設計 挺有趣 對 覺得挺漂亮 唉 真的有些崇日發作 那 他們那些什麼什麼手呢 就是什麼手獵蘋果 其實就是 你給錢 可以摘蘋果的 就是飲食 其實我心想 吃一兩個都飽了 不是吃士多啤 所以沒有人去 整個蘋果園都沒有人去 然後他有很多龍園棒 根本沒有人去摘 沒有人去摘 但是他有這些 那就是這條路 這條路都瘋了 這條路都瘋了 這條路如果駕到山頂 17km 17km 就是它隨便 好像日本這些鄉下 隨便一條 路仔 你駕上去 又不知道十幾公里 超瘋 跟香港完全是不同 就拍了一些蘋果 然後就駕上去 招牌自拍 對著這塊 獨路反射鏡 你看 就是這樣 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 整個山都紅色黃色 很震撼 不過呢 看了兩天之後 開始沒有感覺 因為做座山都是這樣 就是 你做座山都是 哇 你們就是這樣 做座山都是這樣 要看有沒有感覺 但第一次看 很誇張 因為你看 整條山路 就是你看到 整條山路 十幾公里長 駕上山都半個小時 但是 就是 就是 一開始駕的時候 覺得 超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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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每天都是這樣 就開始 就是 都是 差不多 然後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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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張 90mm 四動長鏡影 這個也是 那這個是 山頂 有一個小屋 又有這些 這樣的 就是 這些這樣的 這些 什麼呢 這些這樣的 屋仔 那才知道為什麼 覺得這些屋仔很美 這個旅程 11月那個旅程 拍了很多 這些 在建築物裡面 拍出玻璃外的照片 那些有的前景 好像特別好看 不懂得形容 真的不懂得形容 他們很喜歡 這些實木的建築 然後加一大塊玻璃 但是 我自己覺得 這些很美 就是 我是很喜歡 這些 比較像金碧輝煌 那些 那些地方 反而是這些 很Raw 但用很多自然的 東西 起出來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特別美 似乎我也是喜歡 一些自然一些 的東西 在外面看 它外面就是 用木搭做 用木搭的 這間是另一間酒店 就是我在酒店 外面拍進去 我沒有在那裡住 這樣經過 好像都不錯 我妹妹就 買了一罐 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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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飲料 然後就叫我拿著 給我拍照 哈哈 哈哈 這間又是 一間荒廢了的 那樣 就拿了 車的前面 做了一個 前景 做了一個 扣圖 拍側鏡 隔著 車窗 這樣拍 其實拍了很多 這些 在車裡面 看出來的相 可能是因為 我 第一次去 日本自家 特別 對這個風景 特別有興趣 拍了這些 地下的 枯葉 不過那塊門 有少少慢 所以這張照片 有些手質 經過 那 經過 那個農地 拍了這張照片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你看這些照片 連 subject都找不到 就不知為什麼想拍 有個神社 都很漂亮 不過沒有人去的 可能太偏僻了 太遠了 日本周圍都有這些地方 我老爸 這個就是在江之島 我接我爸媽之前 就在江之島做 工作 自己一個的時候 拍了這個 隔著玻璃拍這個 江之島 是我在全日本最喜歡的地方 如果要我選擇一個地方移民 我會搭你 我會去江之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他在東京近郊 大概八個字 JR車程就到了 不用八個字應該 要不要呢 要八個字 要八個字 雙藍 他在橫須河 很舒服 他那些 他又不是山卡 但是又給你鐵路 海 這些景色 很特別 這個是JR拍出去 我不知為何要拍這些 這些 一街都是 但是 可能是三年沒有去日本 就什麼差都拍 拍了先 那我就拍了這個 但是 又多漂亮 我覺得拍完之後 我不懂得說 這些有什麼特別 你去過日本 但是 是很喜歡 不知為什麼 拍這張 衝完之後 正 這個我覺得 是Digital 和菲林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我不說一些很圓 很科幻 很哲學的東西 純粹說 那些 對比度 對比度 和顏色很舒服 這個是 我覺得 和Digital很不同的地方 當然 菲林有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 他一定要有光才漂亮 我接我爸媽之前 在機場 明古屋機場 拍了這個 然後 接他們 剛剛好 剛剛好 這個是拿車的時候 就是這間 這間 這間 Toyota Lane 因為我第一次開這款 第一次在日本開車 其實我很緊張 其實 我故作鎮定 結果拿了車之後 在機場 繞了幾個圈 然後 覺得自己 感覺到車的 鎮定 感覺 才真的開出去 其實我很緊張 但我不敢讓人知道 一出到第一個休息站 我就馬上 下車拍照 拍照 拍照 真的很開心 因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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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在日本開車 想了很久 最想的就是 車有爸媽去旅行 結果 做了這件事 真的解鎖了 一個人生想做的事 然後 真的超開心 我記得我在 圍著這輛車 在這個地方圍著這輛車 跳了很久 沒有 像個白癡仔 哈哈 哈哈 是啊 然後 我記得我出過一個帖 叫人幫我 把這輛車 P做GT-R 哈哈 然後 真的有河沙幫我 P做GT-R 笑了 OK 這個是 在高法師高原上面 我設定了一部機 拍攝時間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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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的鏡子是 LECA的 SUMICON 35F2 人們叫七妹 不過 七妹的散景很美 它的顏色很美 不過有一個缺點 它已經比較弱 就是 用比較強一點的 液光 就像這張 對比度不太夠 而且顏色 出得不太美 不過 這個是 可以避免一下 難不難駕駛 日本駕駛不難駕駛 GPS很準 接著 那些人比較禮貌 還有 道路的邏輯 有少少像香港 比較英式 不過 難的位置 因為我每個計劃行程 是瘋狂線的 它完全不考慮 是會駕到人 吐血的 吐泡的 所以我第一天拿車 我已經駕駛了四個半小時 我和名古屋的常滑 就是名古屋的機場 一直駕駛到長野的鹽溝 完全是瘋狂線的 就是 這一下瘋狂 然後它坐庫駕 一開始它都肯幫我看路 幫我看著有沒有車 然後它坐庫駕 已經是 吃了那些零食 然後在那裡睡覺 一直在那裡睡 然後睡到那裡 就在那裡喊 說到沒有 那麼久還沒到 這個是我和它看日出的時候 哇 冷到瘋狂線 因為我們沒有 我其實沒有裝備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太那麼冷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手套也沒有 頸巾 有一條頸巾 然後就衝了上去 然後零下五五六度 然後在那裡吹風拍攝 Timelapse 然後就瘋狂線 然後就冷到瘋狂線 這個就是 哇 拍完拍了三百張 Timelapse 然後就 不行了 我馬上衝下去 撻暖氣 然後衝下去的時候 又很漂亮 又拍了一張 哇 雙手都不屬於自己 是啊 但是又 是啊 這些是 這就是隔著一輛車 去拍這個風景 我拿了很多車的 擋風玻璃做前景 因為可能第一次開 這個就是 早上拍完日出 下山的時候 我晚上上山 一開始都害怕 我怕這條路結冰 因為我拿車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都結了冰 所以是有少少害怕 那我繼續 這個也是下山的時候 一段路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香港呢 就是這幾個月都很 我想要去到夏天才改善 那些空氣質素很差 就是 天氣很灰很忙 然後又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很漂亮的光線 但是就 唉 就是這樣 所以就 所以 去到日本 去到日本 哇 今天都是這些很漂亮的光 然後就忍不住拍很多 然後回來香港 就沒有什麼心機 拍飛林照 不過這個 這個 似乎都沒得搞了 就是 光線的質素 都 真的有一段距離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換了一支 28mm 來拍那個 倒影 其實 拍出來是誇張過肉眼看的 因為肉眼看它就是 一個很靜的湖面 然後有些樹 但是拍出來 就誇張一些 這個就是 駕車經過 有一間叫Lyce的寫生機店 然後就進去 跟我伯伯聊天 好瘋癲的 這個門口 這些 還是三十年前的相機 神經病 好像時光停留 就停止了在三十年前 然後他賣這些 全部都是全新機 神經病 真的 然後進去跟他 吹了一陣水 我想他都很久沒有客人進來 我跟他 聊了一陣子 然後他都說 現在的粉絲真的很貴 他看了我相機 然後說 相機很美 然後 然後 就 其實我想 看久一點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駐車場 好厲害 但是我想說 他的駐車場 根本拍不到進去 你看 他很窄 根本拍不到 而且 你在前面才看到牌 就是你在左邊走 但是 就是這樣 他就上了機 拍下了 駐單車 咦 有些道理 接著就 拍了他門口那些 拍了他的店面 他每天都站在這裏 他都七十 他都看過樣子都八十歲 但是 這間店就跟他一樣 都好像時間停留了 很瘋 真的 日本這些 鄉村地方 就是 比較上 我比較相信 就是這些鄉村地方 可能 可能真的五十年之後 都是這樣的樣子 都不奇怪 也是 自己對鏡自拍 然後拍了這個 又是我老爸 這個 是光之島拍的 經過 這樣拍了這個 其實原本是打算燒片 拍下 不過 就是這樣 那些建築物 都很漂亮 很夏天 不過其實是 十一月來的 但是可能 因為近海邊 所以相對上來暖一些 那這些 又是 比較 就是 比較 漂亮 拍下了 這些 放上去沒有讚 但是很棒 有一天 有一個朋友 在東京工作 下一站 他就飛到杜拜 但是 就剛剛夾到 有一天 接著就約了他出來 本人 拍照 有時候 如果你最近 有上過我的 課程 你都可能會見過他 我都有找過他 做 做模特兒 然後 又拍了這些 那支 三十F2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又不會很 就是它有少許 軟的 就是我們叫做 菲林氣 給一些影像 比較軟 但是它又未去到 很軟 所以我幾喜歡 那支鏡 後來 少了用 ASPH鏡頭 反而是多了用那支 就是特別在菲林上面 有少許有趣 我又拍這個 門口 因為有很多光 投射在這些地方 我經常覺得 在日本 是否用木造 用玻璃 是否很便宜 每一家都是這樣的 但是香港 整頂這些很貴 那我就拍這個 這個是 菲林的質感 其實我自己很少 放大一些照片 來看的 不過 有時候 如果你拍得很 怎樣說 拍完之後 去放大一張照片 你去看 你看到這些很細節的 紋理的時候 是幾開心的 是幾開心的 是幾開心 光之島的水光 是 光之島 這個是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喜歡到 是覺得 真的將來 會移民過這裡 都不出奇 是 不過應該不會 是 這些擺拍了 這張我不喜歡 我後來拍完之後 覺得太造作了 這個是 光之島的畫面 城霧原室 有光的地方 就漂亮 這個極樂寺站 很有趣 因為海佳日記 就是 視之遙和導演的海佳日記 他拍了之後 然後 這裡就變了 很多人來這裡打卡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站 其實不漂亮 我覺得 這個站 五光極樂寺 其實是 一般的漂亮 不是那些古色古香的牌 路過一個就是 賣這些寫真小物的 就是店主 喜歡拍照 然後 撿了自己的Postcard出來 這樣賣 他的店鋪 製的挺漂亮的 不過 他那些 他賣的Postcard 就不算很特別 不過他 佛系開門 我自己整天都去光之島 但是 只是見過他開門一次 就是第一次 那 接著就沒有開門 拍了他這些 拍了他在門口寫的東西 然後抬頭 就拍了這個畫面 就是 哇 原來 這麼 這麼 就是 很夏天 但是其實是秋天 就是 但是這些景象 我很喜歡 就是 很有季節性的東西 我自己也很喜歡 是 好夏天啊 那 望向街 那一幕 就是 哇 就是 不用形容 其實這個畫面不是很漂亮 哈哈 那我看那些人衝浪 好鬼正 那些年輕人在那裡大 那些年輕人在那裡 在那裡和海 在那裡玩 很難 就是 想不黑都很難 這些小貨車 很日本 可能在香港根本沒有機會見過 我以前小時候 大陸都見很多 大陸都很流行這些 這些貨車仔 自拍 然後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光很漂亮的 早上八點幾的時候 去到那裡 那個光 金黃色 拍了這個 拍完之後 我拉直了一點 所以你看到 直不立 這個日落的時候 剛之島的烈車車廂 剛之島的烈車車廂 哇很漂亮 雙南的海 它不是很深色的 它不是太平洋 看雙毛灣的藍色 它是淺色一點的 可能是因為有太陽光射著 但是它是一個很舒服 很平靜的海 不過呢 是不是沒有海 比它更漂亮呢 又不是 因為我去過四國 去看過賴湖羅海 我覺得賴湖羅海 是比這個 是比這個 不過這個已經很漂亮了 真是 很平靜 美中不足的地方 光之島的衣服是黑色的 雖然很幼細很滑 但是是黑色的 所以 就不是 布吉 馬爾代夫那些 很水清沙漠的 就不是那一隻 所以 就拍了一些照片 我去東京之前 再對相一次見它 隔了一年 一年前 所以其實我已經 都 都不太記得它是什麼樣子 或者怎麼樣 不是不記得的 就是 有些少少 隔了很久才見的感覺 但一見就是 在日本這個地方 都挺有趣的 那這些都是在光之島 這隻葉 我覺得它的顏色 是最漂亮的 即是 在綠色裡面 我最喜歡這種葉的綠色 即是 應該是那些 橄欖樹的樹葉 那樣 它那隻綠色 嘩 超漂亮 是 是 那 第二個 file 是 那 等我一會 我分享另外一個file 給大家看一下 那 第二 還有百多張 這類型 駕駕駕駕駛的時候 就是 看不看到這條 一開始 我給了一些大波斯谷 給大家看 就是這裡 然後一開 看到我 然後在前面 繞個圈 回來 就是為了拍這個 很搞笑 這個叫重本鹽 偷善 這個我朋友 那 這個是經過一個茶園 那 它在用木機 在剷那些 樹葉 即是收割這些 不是收割 就是它 它令到 它做到這個田 好像一個 shape 那樣 這個是茶葉的田 那就是在那製造 那就是這間 叫做Plantic 在靖江 很多地方 種茶 就是 那些茶 茶花 就是這樣 就是 用它做前景 不算很特別 這些 都沒有什麼 我説沒什麼 鋪出來 不過 很日本 我想大家看 日本攝影師 看 賓田英明 那些照片 很多都是這些背景 就是 很混然天成 所以整件事 就是 這個光 這個景色 這個背景 然後 那種 寧靜的感覺 就是 加上 就是 這個顏色 這個也是 茶園 我爸爸媽媽 對 那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拍這張照 可能前面那一架是一架 跑車 那樣 拍這張 MR2 但MR2很普通 但是 奇怪 奇怪 那這間 Family Mark 對 是 然後 就跟了 我爸媽 去 香南溪 香南溪 就近住 明館屋 看 熊葉 不過那天 就陰天 而且熊葉都還沒開得很厲害 那 還車之前那天 就帶了他們去 這裡 就看這個景色 那也是一個 很出名的 觀光點 很多銀行 很多銀行 但是就 那天就不算很漂亮 因為沒有陽光 那樣 那 拍了地下的銀行葉 有對情侶 穿了同一件衣服 拍了這個 拍了這個 那 那 有一間 紙的 東西 那 那 就 是 這些呢 是我在日本 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呢 我很留意 他們那些廣告 很留意 他們那些廣告 還有他們那些 嗯 就是 怎麼說呢 廣告 還有他們那些 手寫的那些版 我覺得他們那些字體 就是那些字體 還有那些公仔 畫得挺 挺有趣的 所以我常常呢 拍下那些廣告啊 拍下那些廣告啊 拍下那些字體 那 這個呢 就是 有個 有外婆呢 就在這個 停車場外面 她住的地方 她就跟我們揮手 那我媽就隨意跟她揮手 就是想用英文跟她溝通 那當然是不成功啊 那 但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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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很好笑容 那樣 然後就 跟我們說 玩得開心一點 那些那些 那我就拍下這張照 那這個是 重屏東照公 那那個陰天呢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那最後呢 就帶了他們去 就是去一個 號稱日本最古老的車站 不過就不是很古老的 就是樣子就不古老的 那經過一個 稻田 就拍了這張照 你們的照片都看到呢 我爸媽呢 好像 好像 那麼多日都穿同一件衣服 那樣 那就是這個車站 這個車站 叫龜旗 號稱呢 全日本最古老的車站 不過呢 我就看不出它有什麼古老 因為走進去很現代化 然後在外面有一個建築 所以呢 其實沒有什麼觀光客 在那裡看 但是 我就 特地來這個地方 這樣看一看 因為都沒有東西看 那天 特地來這個地方 看一看 然後就 哦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就 結束了 有一天就 在紅葉 這個就是那支 就是那支 那些人說的 就是那支 就是那支 那就是那支 那就是那支 那拍了這張 拍了這張照 那就是挺漂亮的 不過你可以說很標準的 不過見仁見智 但是我覺得它那些 喘息光啊 那個是欺負到好處的 就是 它又有一定的銳度 但是它又不是太 霍的那樣 那這些我 我自己的確都覺得 挺 挺喜歡的 是 那這個擺拍 是 哇 就是這個 發光的 那都是那些 靚車 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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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字給你 打了給你了 這個也是35mm拍的 是 一個銀杏樹 它打了個頂 然後就 哇 秋天啊 那樣的感覺 日本呢 是一個很重季節感的 地方來的 就是 大家上日本美學都聽過 那 他們就是 每天都 感受這個 四季給他們那種 無常 這個是長野 一座不知道叫什麼山 又是 隨便去了 然後就 這些景色 這個地方呢 好山卡拉的 這個地方是 真的山卡拉道 我開了 十幾二十公里 都見不到一間便利店 超瘋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來的 斷字村口 有巴士 然後我看巴士班次 哇 三個鐘 兩個鐘 一班 神經病 就是這樣 我說 這個是我整個程中 最好吃的東西 可能我本身都沒有味覺 它就是七仔的 關東煮 只是秋天冬天才可以買 我每天都買一杯 買一杯來吃 特別是 我去山卡地方 真的 真的 找到東西吃 然後我見到它 超開心 然後就 哇 拿來伊陀超棒 超好吃 不是開玩笑 廁所都沒有怎麼搞 這個真的超好吃 每天都一杯 真的不是開玩笑 在七仔那裡買 這個就是那個車 買完之後 就坐在後面那裡吃 我叫我妹拍的 不過我有點手震 有月光 這個就不是我妹來的 是一個老人來的 路經過一個村 然後就拍了這個畫面 好什麼 真的好動畫的場景 這個是馬龍叔 我的前景 你拍這些 很漂亮 我覺得 怎麼說 那種 contrast 那些 菲林加美光的 contrast 是 是不懂形容的 刻到好處 我自己很喜歡 這種 很難回頭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光很漂亮 JV問有沒有櫻花 有 有,最近的旅程有,但現在是在分享十月十一月的旅程照片 剛剛說過,我很喜歡日本的設計,他們的字體,很簡單的形狀、logo 全部都覺得很漂亮,所以在這個旅程裡拍了很多 它的字我不會讀,不知道大家是否懂得讀 很漂亮,因為有光,加上全部都是木、玻璃的建築 所以它很漂亮,我不懂得形容 原來光射到木是這麼漂亮的 唉,真的 是啊,然後我忍不住拍,這些我都沒有分享出來,沒有放在Instagram 那些,又是自己欣賞,沒有太多人喜歡這些東西 但很漂亮,我妹在外面拿著相機 我拍了這個,這個應該是那些茶花,我想是 但還未開 那這個是在學校拍的,這個不是在日本拍的 然後就經過熱海,那天想去的,因為熱海對我來說有很多回憶 不過最後沒有去到,這個是去光知道之前的騰摘車站 我的朋友 唉,美女真是好 是啊 不過她的樣子跟以前有點不同,我認識她的時候有點不同 嗯,是,質感,沒錯,質感 是 歸奇這個站 沒有東西看的,裡面很現代化 連這個牌都一點都不古老 但是它號稱全日本最古老的現存建築物的車站 是啊,很瘋 你看一點都不夠,哪裏夠 哈哈 然後我有看她介紹,說她這個站怎麼來的 她說這個站,原本就是 有當時日本政府想建東海道本線 即是去駁住東京和大阪 那明公就在中間 於是就建了這個叫歸奇這個站 負責運送一些物資 其實這個站就不是用來運客的 是用來運那些煤啊,運那些石頭啊,運那些鋼鐵 又不是建一條真真正正有需求的鐵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叫物資中轉站 它就變成全世界 擺到現在,日本最古老的車站 但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多的客流 那這個名古屋 哇,那天天又很美,每天都是這樣 唉,真的很普通 那我去了一個叫養老的地方 那你聽這個名字都知道 這個地方是 真的養老,每天有年輕人去 然後就拍了,就去了這個 那我還了一輛車,自己一個去 然後發現,原來沒有車,哪裏都不用去 我出了這個車站之後,走了幾公里,頂不住 哈哈 真的頂不住,走了幾公里 那你覺得不行,搞不好 那我就很喜歡這些字體 我經常研究,它是什麼字體呢 什麼字形呢 然後這些,很漂亮啊 哈哈 走了幾公里,看這些景,沒東西看的 又是這些 又拍了很多這些,我覺得 它的設計很漂亮啊,那些字體很漂亮 我想這些是一些,我們所謂的 一些養份 知道怎麼說呢 嗯,有很多人呢,拍照照拍得很好 但是呢,他們 他們只是懂拍照 就是,一去到要做一些簡單的poster 去做一些東西,或者去 去做一些簡單的設計的時候 就不懂,那就很不用 但是,這個又是另一種skills 我也是時間浸回來 去旅行我以前也沒有留意這麼多字型 Logo 這些東西 但可能讀了Design 之後 我是上了腦 一看這些就會覺得很漂亮 就想拍下它 已經拍了很多 我分享了很多張照片給大家看 二百多張 那冬天那些下次再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